颱風滅島消失百年,太平洋鬼島再現 太平洋馬少爾群島南部這個島 1905年經歷一場風暴後 大部分的陸地淹沒在海平面之下 當時全島六十多人,只有兩個男生生還 最近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的科學家 發現這個島重生 他們研究四五年去到2010年的高空相 紅鮮就是以前突出海平面的島 其餘六六幾的就是重生的島 科學家發現海中心的島開始連埋之餘 上面還生出植物 他們相信風暴帶來的沉植物和珊瑚幫過島重整 研究結果刊登在地形學期刊 科學家希望可以了解在全球暖化 海平面上升之下,新島嶼是怎樣產生的 想看什麼動新聞可以在這裡選 記得開自動播放 想看其他精彩節目就轉過去動Live 好看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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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!